看看新闻榜 那说起这个娱乐圈的模范夫妻 大家会想到是哪些人的名单呢 黄磊和森丽啊 绝对是榜上有名了 那从恋爱算起呢 大家可以算算 两个人其实已经走过了足足 二十个年头 在这个二十年里面呢 两个人不仅啊 没有任何负面的新闻 而且呢 还越来越恩爱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到底是怎么维持这份幸福呢呢 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 一家四口结婚十一年 at多妈7788感恩分享 最近黄磊在微博 晒出一张自己和孙丽的甜蜜合照 夫妻俩更是互相转发 结婚十一年的庆祝微博 网友们纷纷羡慕嫉妒地表示 这是娱乐圈恩爱到零负面新闻的 一对老夫老妻 但是其实黄磊和孙丽之间的故事 远不止十一年这么短 而是二十年 我们在一起快要二十年 十九年 所以如果一定要用某种方式 来形容它的话 就是它的样子 它是孩子的母亲 是我生命的伴侣 你看就是这个样子 一个 我的老公 我的老公的爸爸 都非常优秀 这两个角色 1995年黄磊和孙丽的爱情在校园萌芽 2004年两人在北京领证结婚 2006年女儿黄多多出生 2014年小女儿出生 从相识至今已经足足20年 这一段讲了N多遍了 这个就是现在挺好的 对 然后挺幸福的 然后就两个人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现在有了两个女儿了 然后就是顺其自然 一切都是顺其自然 非常好 我好开心 网上有句话叫做 你负责貌美如花 我负责赚钱养家 说的大概就是他们俩吧 不过黄磊和孙丽 到底是怎么把日子过得 如此幸福甜蜜的呢 也许下面的几个片段 你能学到一点 1995年 黄磊和孙丽的爱情 是在校园萌芽的 当时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 继续留下任职的黄磊 在考场上对孙丽一见钟情 我有点名 考场纪律 还要给老师倒茶 记得他就坐在我对面 我也没怎么看 我就 就看着对面一个女孩 但是我就觉得 那个是一种 就是叫缘分 那他虽然又有一股气 那股气就很吸引我 他很安静 孙丽是个非常安静的人 我就说 我说同学 你怎么什么事情 都让你父亲弄 你应该自己去办 因为旁边就是报名那台子 那他就 他就说 他当时还觉得我多买些事 他就这样看我一眼 就 就不理我 然后呢 但是我是可以看到 他的档案的 你知道吗 有着近水楼台的条件 黄磊没少打着 帮助小师妹的借口 接近孙丽 终于把小师妹 变成了自己的太太 女儿的妈 看来虽然很多人 都说一见钟情不靠谱 但黄磊和孙丽 这只要经营得好 就能二十年如一日的甜蜜 同样是北影毕业 黄磊和孙丽刚结婚时 还合作过好几部戏 不过当有了女儿多多 孙丽就放弃了 自己的演艺事业 选择当一名全职主妇 我最后拍最后一部戏的时候 也是 我觉得是09年吧 然后那之后 然后就一直在家里陪着她 然后我现在已经不太可能说 想想要出去 要是拍一部戏 走个两三个月 不太可能 太难了 不过夫妻间的共同话题 当然是十分重要的 虽然已经不接电视剧 但是孙丽每年仍然固定地 参与话剧《暗恋桃花源》的演出 她还和老公黄磊 共同担当了暗恋部分的主演 同场标系 尤为吸引观众眼球 你老人的时间 你要不要赶时间了 你看 都好看 虽然孙丽把大部分时间 都花在了家庭中 不过通过演出话剧 保持自己的爱好 还能和老公的精神世界同步 这才是一个聪明的嘱咐 而幸运的是 她还拥有一个 能分担家务的好老公 黄磊是群中有名的黄小厨 在黄家的餐桌上 可全部都是男主人的手艺友 今年我是做了很多菜 今年我们想做一个锅 一个全家福一样的石井锅 做一锅素的 做一锅有肉的 特别爱做饭 做饭对她来讲 是一种放松方式 她反正就是 她做菜有一个特点 倒是不翻菜谱 她有时候在外面吃饭 吃到一个好吃的菜 她就会一直做 然后回家就 就能做出来 有的时候甚至比我们吃的 那个还好吃 在孙丽怀孕期间 黄磊更是甜甜下厨 变着发的给太太做好吃的 想要知道黄磊的厨艺究竟如何 看看这一家子飙升的体重 就知道了 这也不算厉害 更厉害的 都不用学了 都不会折腾 家里是谁 都是爸爸折腾 虽然黄磊契约不少 可是孙丽一点也不用担心 老公外出拍戏 闹出什么绯闻来 因为黄磊在挑选剧本的时候 第一原则就是不能离家太远 黄磊老师说了 强调保持家庭的幸福度 必须付出实际行动 生活上照顾好了 情绪也是不能少的 当然这一家子的幸福 还有一半来自于 两个人的宝贝女儿们 虽然小女儿多妹 没在镜头前出现过 不过光是看多多黄一子 就知道这夫妻俩 在孩子的教育方面 也很成功 乖巧聪明 可爱漂亮的多多 如今俨然成了国民小女神 今次节目中 多多在完成任务的同时 还不忘给妈妈买 母亲节的礼物 这一幕让孙力既感动又骄傲 村长说的是 因为你买完东西 如果你买了所有东西 你还剩下了最后的钱 你可以去买你想要买的 零食什么的 他们都去买零食和玩具 但是我想我买零食和玩具 我觉得我用不太上 因为可是前几天 妈妈的那个 不是母亲节吗 母亲节早晨 我要赶飞机 我就直接给他画了一幅画 我觉得还不够 这就是多多 他就是这样特别有心 然后特别善良 对 太多了 这小孩就是 特别特别懂事 如今小女神黄多多 已经是一个大姐姐了 因为黄家又迎来了 第二个千金 不过也许是爸爸妈妈太甜蜜 妹妹也没让多多产生 宠爱被分走的感觉 小姐姐的新年愿望竟然是 那妈妈再要一个宝宝 这样就有三个宝宝了 家里 你有这个愿望 你妈妈造吗 我没有特别跟她说 你没有特别跟她说是吗 这该不会也 刚好也是我的愿望 当然再幸福的家庭 也会有争执的时候 只是就连夫妻吵架 在黄磊和尊丽嘴里 也会变得妙去横生 您说吗 就是那个 少唠叨我一点 然后不要够洗脑 他说黄磊你有问题 你没关灯 洗完澡不关那个浴室的灯 我说可是你记性不好 你说我没关灯 这个前提就错了 因为你根本没记住 是我没关还是你没关 好像是我没关 这一家子的美好日常 想必是很多人 梦想中幸福的模样 也难怪黄磊被称为 娱乐圈最后一个好男人了 嗯 你想说黄老师 在家庭生活中从这样 被摧残成如今 大富贤贤的中年大叔 你先说你这样黄磊 可是黄磊身上 怎么就连中年花福 都有一种幸福肥的味道呢 幸运的特线 给你怎么办